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正式规划赵丽颖在下半年的全新电视剧《野蛮生长》的拍摄阵容 不过 在最开始的这一部电视剧 疑似官宣了曾经和赵丽颖一起合作过电视剧《有匪》的男主角王一博 这一部电视剧在上线之后 整体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 很多的粉丝在看完这一部电视剧之后 似乎开始慢慢地抵制王一博和赵丽颖的再一次搭档了 不知道是因为何种原因 而在今年上半年 关于这一部全新电视剧的男主角 也有很多的网友议论 王一博自然是不能出演了 到底谁来出演这一部电视剧也成为了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而近日 赵丽颖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面发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是一棵非常小的树苗 并且配上了一个文案 可以看得出来 赵丽颖非常的严谨 连图片来源于网络都在评论区里面进行了解释 这一部电视剧根据备案消息来看 即将是在不久就要正式开始拍摄了 从备案消息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男主角就是备受大家喜爱的欧豪 两个人之前在娱乐圈里面似乎没有比较多的搭档 这次搭档这一部全新电视剧还是让大家比较期待的 赵丽颖这两年已经成为了娱乐圈里面咖位非常高的一个女明星 生完孩子之后 再度回归的赵丽颖选择了王一博来合作她的付出之作 这一部电视剧当时开拍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网友表示十分期待了 两个演员对于这一部电视剧的诠释也确实是非常到位 虽然在后来有很多的网友觉得两个人可能不适合再一次搭档了 但是在当时还是有很多网友十分的支持 赵丽颖的粉丝纷纷认为赵丽颖应该好好地搞一下事业 毕竟她的事业粉还是比较多的 而在生完孩子之后 她还开始拍摄了自己的转型大作《幸福尽万家》 从这一部电视剧的预告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部电视剧确实是一个比较写实的电视剧 赵丽颖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浮化道也是比较朴素的 可以看得出来赵丽颖转型的决心了 不过她的演技也一直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褒奖 应该算得上是《85后小花》演技非常不错的一个了 除此之外 赵丽颖这两年无论是在时尚代言 还是在综艺上面的资源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部电视剧搭档欧豪这样的新生代 并且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也确实让大家非常的期待了 而这两年的赵丽颖也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女演员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 旗下的艺人也开始慢慢地在娱乐圈里面与大家见面了 可以看得出来赵丽颖的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 前一段时间还被拍摄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离婚之后的赵丽颖生活仍然是非常的幸福 不过很多的网友对于她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全新种类电视剧 期待值还是比较高的 你期待这一次赵丽颖和欧豪的搭档吗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欢迎在下方点赞留言